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观看自编自演的肥皂剧 第三 人工湖优雅 甜静 以及宽阔的视野 让人赏心悦目 这个与巴西地图形状相似的人工湖 修建的初衷是为了能够在发生火灾时 及时地提供水源 这样美轮美奂温馨的环境 吸引了众多游客 围绕着湖边一边跑步 散步 一边欣赏路边的美景 第四 到湖里划划船 或者在湖边喂喂鱼 有的时候还能够看到鱼 表演吃鱼的技能 体验快乐与危险并穷的感受 第五 是因为这个远近闻名的烤肉店 烤肉店占据了湖边既优美又不影响景点周边布局的极佳的地理位置 再加上烤肉师傅高超的厨艺 一到节假日就会排起昌龙 人们等待着一边吃着传说中的 或者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美味佳肴 一边欣赏着真正映入眼帘的世外陶人 因为喜欢上了这美丽如画的地方 特意搜了一套近在咫尺的房子 这样既可以近距离地接近他 猜想鼎盛时期他的风丝和优雅 还可以近距离地欣赏他 体备他历尽沧桑 而历久迷心的艺术魅力 现在是从二楼的阳台 看湖 看酒店 这是从三楼的窗户 观望景观 现在是从露台 欣赏人工湖 酒店 以及周边的建筑 是不是从每个角度看 都是那么的靓丽 引人注目 百德洛波利斯 是一个山城城市 可以说几乎是四季如春 平均气温最低12到13度 最高28到30度 由于山上的温度比四周低 地面大气中的水气上升到山腰的时候 遇冷 变成了小水滴 然而饱和的程度 还没有达到降水 这时就产生了大量的雾气 你们看 朦胧的雾气 就像泄木的围杖 遮住了一切 美景在弥漫的大雾中躲藏起来 不夸张地说 有时上班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会经历四个天气变化 汽车先是在纹罩的弥天大雾中 艰难地爬行 转过几道弯以后 汽车又缓慢地前行在绵绵细影之中 再向山下走一段路 景色宜人 连绵不断地扇软 进入你的视线 完全下山以后 晴空万里 毕宫如洗的天空 向你展示着它的未来 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落日容金 山轮叠障西洋景色 烤肉店的炊烟 渺渺升起 晚风微醺 露台外面 飘过来阵阵焦香诱人的烤肉味 可谓是色香味俱全 夜幕下的建筑物 凝柱 沉浸 必由未尽的人们陆续地散去 弗星的灯塔 带头悄悄点亮了周边的灯火 迷人的殿堂 换上了彩妆 准备参加夜幕下的盛宴与黄欢 朋友 酒店美国盛桌的外部景色感染到你了吗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酒店 拥入它的怀抱 具体为它气派最凡的建筑艺术 来吧 跟我一起走进巴西 你不需要戴上行囊 只需要你的好奇和热情 我是小星白子 下期见